7月14日 第五届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论坛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香港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发表演讲 针对有说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影响在港投资者信心 陈茂波表示 这是罔顾现实的主观猜想 有人说国区国安律法影响投资信心 道指基金外流 外流 只能说这个是罔顾现实的一些主观的猜想 金融管理局到现在呢 已经借到了超过一千亿港元的美元资金流进来 香港的利息也期许偏低 港股的走势卷强 而且呢 也出现了单日成交量超过两千亿元水平的记录 可以说香港不但没有出现资金的外流 更是有持续的资金流入 陈茂波指出 客观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以来 港会持续靠近7.7港元对亿美元的强方区间 并多次触及强方兑换保证 他续指 早前国际指数公司名胜将其亚洲及新兴市场的指数期货 及期权产品的发行授权 从新加坡转到香港 是国际金融界对香港金融市场具有信心的其中一个证明 陈茂波说 过去两个月 他所接触的银行及财富管理等金融界别人士表示 他们和客户都普遍认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认为立法有助香港社会恢复秩序和治安 而社会和政治稳定对于营商 投资和生活至关重要 社会和政治稳定对于营商 投资和生活至关重要 我相信在港区国安立法实施后 香港社会除了可以快速回复稳定以外 也将会迎来更广大的发展机遇 由于一格两制的基础变得更坚稳 香港可以在国家期许改革开放这个过程之中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陈茂波表示 过去一年 香港经历了多番挑战 承受了接连的暴力袭击 出现了分离主义的主张 凸显了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缺口 也给一国两制的运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并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堵塞了相关的法律漏洞 从制度上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让香港社会恢复安全和稳定 令市民可以继续安居乐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